大家好,在这个视频里面继续跟大家分享AMC8中的数论问题,英文是number theory AMC8因为主要是低年级的学生来做 那么数论呢,它涉及到的都是最基本的概念 主要是掌握数数的基本概念就可以解决这里面的问题 数数呢,就是不能够再分解的数,像二三五七 好,下面我们看第一题,1989年的第十六题 这个题目说47可以写成两个数数之和 这样的方式有多少种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47呢,它是一个基数 一个基数写成两个数之和的话,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它一个是偶数,一个是基数 因为呢,两个偶数之和呢,一定是个偶数 两个基数之和呢,也是一个偶数 所以47它既然是一个基数 它只能够写成偶数和基数之和 而这个题目问是写成两个数数之和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数数呢,prime number 它只有一个偶数,就是R最特殊的 其他的都是基数 所以说,这个47呢,它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R是其中的这个偶数 另外一个呢,就只能是45 但是呢,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 这个45很明显,它不是一个基数 因为它很明显有一个5是它的因子 3,9都是它的因子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数数 那么这个道题目问47可以写成两个数数之和的方式 那么唯一的可能性也就被我们排除了 所以说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选A 就是零种可能性 下面看第二题,1993年的第三小题 这个题目问,下列哪一个数呢 是有最大的数因子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里边的每一个数呢 把它分解为不同数因子的乘积 39写成3乘以13 51呢,写成3乘以17 77写成7乘以11 91呢,写成7乘以13 121写成11乘以11 这些分解完毕以后 每个都是数数了 现在只要找出这里边最大的这个因子 也就是这个17是这里面最大的 最大的对应的这个原来的整数呢 是51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选B 51 好,下面一题 是03年的第二小题 这个题目是说 下列哪一个数呢 有最小的数因子 那么一样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呢 观察一下 这里边只有一个偶数 那么最小的数数呢 我们知道是R 如果这里边有一个偶数的话 那就很容易判断出来 肯定答正确答案就是这个C了 因为呢 你不可能找到比R更小的数因子了 所以既然58它能够被R整出 也就是说R是它的数因子 那么不用想其他的肯定都不会比它更小了 R是最小的数因子 所以说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C 58 下面是07年的第三小题 这个题目是问 250这个数 它的两个最小的数因子 这核是多少 那么首先我们要把250的最小的两个数因子找出来 首先R就很明显是的 因为250是一个偶数 R是的 但是我们看3是不是呢 3很明显它不是250的一个因子 而且5呢很明显是的 所以说这里边250的最小的两个数因子 就一个是R 一个是5 所以说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这两个最小的数因子之和就是R加5等于7 所以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C 再看下一题 说两个数数之和等于85 问这两个数数之积是多少 乘积 那么我们观察一下这个85 因为85是一个积数 刚才我们观察的这个结论 一个积数是两个数之和 那么另外这两个数呢 只能是一个是偶数 一个是积数 因为积数加积数是一个偶数 偶数加偶数也是一个偶数 85竟然是一个积数 所以只能是偶数和积数之和 而数数里面呢 只有一个偶数就是最小的那个R 所以这个85呢 我们可以知道这里边偶数就是R 对应的这个积数当然就是83 现在问这两个数数的成绩是多少 那么就是用82乘以R等于166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选E 再看这题 是2016年的第九小题 这个题目问 2016这个整数它不同的素因值是多少 注意他这里边问的是不同的素因值 也就是说如果有重复的素因值的话 是不能够重复算 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2016呢 把它分解为不同的素因值的成绩 2016呢可以很简单 首先用R来分解 然后继续的不断分解 分解的最后应该是R的五次方 乘以3的平方乘以7 那现在题目问的是不同的素因值是何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看不同的素因值只有一个R 3和7 重复的不能算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R加3加7 等于12 正确答案是选B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部一 Bo